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阳的选手 但是他现在加盟了江苏队 应该说实力还是可以的 据说也是经常去参加一些业余的比赛 当然他得这个大师 是代表我们北京 注册在北京的时候得的 后来也是加盟了江苏队 石凤兰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广东队的专业选手 也经常做一些直播 经常上网 看齐的选手可能对他比较熟悉 这个G1平6 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走法 这个G8进6 应该说是老普的走法 是 现在好像常见走法都是G8进4 对 因为从旗礼上来讲 特别是双方都是走的这种炮局 你作为红方是有主动权的 黑旗就是先要严阵以待 先把自己阵型的掩护好 所以G8进4是正招 这个G8进6是古朴推荐的招法 它急于反攻 反而容易遭到对方的利用 所以这个招式起是一个 现在的七里上来看 是不好的一个走法 红方就可以直接冰西进一 如果你G8进7吃 我就马8进7跳 因为你吃马我打一场抽局了 你G2的话黑方肯定不满意 那你不满意呢 我以后一个是马7进6 或者炮5推1 来打局或者马7进6 根据我的选择 不过我想如果你走冰3进1 是不是十放篮 是要走老普炮2进3 那它也是马8进7 对 然后再冰3进1 马7进6 这个棋也是红油 就是不知道红方 黑方是怎么研究这个局面 也有可能 黑方想打一个红方 一个措手不及 老普翻新 但是红方这个棋 它也没有走这个跳马 或者共骑兵 它直接点G2路了 这个就跟古朴真的很像了 对 黑方马2进1 古朴那个七八十三招 黑方马2不就是这样吗 对 G9机长一步 你打马 他去跑马7打你马 但这个棋 红方倒没这么走 他走了一个单边峰 他走去G6平8 G6平8 这个棋上来看呀 我们这些女子大师们呀 对这个棋里掌握的就 还是差点火候 是吗 那这个不是很常见的走法吗 赵老师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啊 犯了一个什么兵家大忌呢 就是这个G啊 长途奔袭 没有一个绝对的目标啊 他就是想封住对方的G 但是走的这个G啊 太多了 那么也就是说 兵啊用的太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呢 如果这个兵吃了黑方G1片 就非常占有了 对 这个时候有一个 对 但是这个兵即使没吃 它G1片也是成立的 这时候还是可以对G 现在的义礼跟古时候 真是不一样 就等于反弃一个子 那你只有吃了 吃我灯叫你 再打 是吧 那黑方G9G8G7 这一吃 你这个马怎么解救呢 是 它马三退1 马三退1 它其实还可以捉两个 对 我一捉 这边还有压马 我也可以吃回来 这个炮还可以压马 是吧 这个棋红方 你马三退1 我还有一招棋 可以炮一招6 它先打僵 然后再直接 你是再浸泡一打 就把你这个马打回来了 是 直接炮一招6也行 就是说这个棋 大家看 红方呢 就是等于 这个马 无路可逃 如果马三退5 这炮五金四太厉害了 对 这个炮一闷上 这个红方就不能动了 他将来还可以再补一个炮 所以这个棋 黑方呢 应该说反先 但是红方也有顽强的走爬 他就得上马 直接就把他气掉 再做 炮二平三吧 炮二平三 对 这个棋 可能 红方不好 但是呢 有些求和的机会 他炮三金四打 对 赶紧打兵打出来 你如果飞边向 他阻断进行黑方战友 红方就得强行走这个了 就是为了争这个先手 那黑方炮五金四 对 打出去 不能俱发平息吃了 来不及了 俱发平息他打边兵 你去 吃李向他上将 他下不起炮的平息是绝杀 对 红方正好有这么一招 救命的刀槽 你躲炮他能吃你炮 你砍这个炮 他吃你这个炮 他俱平二的话 那就 吃了 吃掉 吃了 在俱平二把这个做 看能不能谋合这个戏 红方亏了个兵 但是呢 还有磨合的机会 因为黑方这个子力不活 所以说这一轮转化过来呢 可以说红方这个旗呢 先手全部丧失 对 只有求和的机会 主要我们意识到 这个黑方可以强行弃子 对 所以说红方啊 这种老式这个打法呢 有一点 禁不起现代异地的这个推敲了 他直接这个桌 但是施宝兰呢 可能也对这个旗呢 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 他就按照习惯走炮瓶四了 对 直接瓶瓶 这招旗呢 也可以 也不坏 当然不如G1平二好 然后红方走冰酒精液 这个时候红方还是应该走冰七精液 这个走正马 吃我 还是跳正马 主要黑方一只没有G1 红方这还可以 然后吃 然后他冰酒精液再送 对 他又冲过来 他想这个大出居 出了以后 马八进酒 马九进巴 对 开始看这棋子的时候 觉得这个思路还挺合理的 觉得这个 把黑方的这个 右翼给牵制住了 尤其是 黑方的这个右翼 这个一路居该怎么出动呢 这也是个问题 对 但没想到黑方这后面的 这个中局的走法 很激进 中局走得还是不错 他足三级一 对 这部棋走得很巧 就是争取这个快马加鞭 那个马从三路登出来 他冰就进行吃掉 冰就进行吃 马一将 马一进三跳上来 G8推二 G8推二 马三进五又一跳 这个马连续跳降出来 然后它 它是这么打了一下G 对 黑方不边向 他打G好像也 没用 那你觉得怎么最合理呢 主要黑方马五进六 这部棋太厉害了 所以索性就赶紧冰五进一 或者说现在打完了 能不能给交换掉 炮先打掉 对 先交换掉 这儿还比较平稳 就是这个棋 交换掉这棋肯定 黑方也是满意的局面 这棋还不太要紧 还不至于这个 对 你炮四进五的话 可以冰五进一 对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呢 还有一些反击的手段 对 主要黑方这个中马的位置太好 马五进六跳进去 那红方肯定是不愿意 就是红方应该赶快 抓紧时间 把对方这个子力呢 消耗掉 对 这儿还有很多战术机会 是 他这么打了一下以后 飞边向 他可能又怕黑方抛四进五 所以他很纠结 他这儿又让了一线 那人不是 对 人家这个不是 这个很顺势一捕 对 这儿人红方的 这个局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走了十来不齐 这个局走了六五 尤其是在这种 顺炮的 顺炮这种的 比拼速度的时候 这个局一定要 不能走那么多部署 对 这儿一定要注意 你就像打仗似的 你这个有 好几支部队 你就总要一支部队 往前线走 其他部队都在原地待命 那肯定是不行 对 他局组进一了 没有 他这时候又走了一步 不是特别好的 他飞着边向 对 这个飞边向 后来我也在思索说 他为什么要飞边向 他可能是没有意识到 黑方马武进六的眼里 他老是担心胡包 黑方马武进七 然后马七进五 他总是担心这些变化 看来咱们的女子选手 还要经历大赛的历练 对 还要不断提升 这种理论的水平 其实李沁他应该是 很优秀的一个后起之秀 因为他在17年的个人赛 还获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 也是跟我们这些 等级分前几位的棋手下 起来也是不落下风的 这盘棋我看 他可能是对顺炮 这种攻杀的组合 这不是特别敏感 这时候黑方正好马武进六 跳上来 他军九屏宝 对 然后这时候顺势足气进一 这个黑方的课 还剧一平二交换了一下吧 没有 他是先从头组 这二剧一平二盯住 对 他剧一平二 他这时候可能是捉了一下 他冰九平八 冰九平八 然后他马九金八 这个棋呢 马八七金六 黑方啊 等于这个有效的招法啊 步驶走得太多了 对 红方呢 等于走了半天 什么也没走到 他可能也是过于 高估了自己这个边路 这个 他要G6推一的话 可能 黑方就马六进五 这个棋也是 很难下 其实回哪儿 这个冰正好也被吃了 所以他只好吃这个冰 然后黑方正好 这时候看黑方是怎么一个 组合的一个攻势吧 这个棋简单的说呢 就是红方啊 没有子力呢 能够对黑方有威胁 就除了过了一个冰 这个冰是豆腐冰 不咬人 而黑方呢 六个大子啊 全线进攻 每个子都用上劲了 所以说这个棋 应该说红方已经 危机此福了 我们看最后黑方怎么迅速取胜啊 对 这个石方蓝最后一段下台 非常不错的 很紧凑 他就浸泡打掉 嗯 那他也只有飞 他就再补一个炮 因为这个像呢 你也量不上了 红方就扣住 嗯 他就蹬跳 对 这是 他看补个试 他有马六进七之类的 或者马五进七 对 补试呢 也不好 因为他 你出镬他还能泡五瓶 他居四进一 这儿黑方就 把他砍掉 对 这儿也不敢吃居 双江崩 对 他只能居吃马 黑方居二进三 再把这个瓶吃了 对 这儿等于呢 黑方虽然说这个马入虎口 但是红方呢 去不掉他 相反你的子力呢 也很弱他先补了个试 嗯 黑方又顺手前扬 嗯 因为要吃掉的话 他吃掉 他将来能退向 把你捉死 还可以苦手一下 嗯 黑方再吃下呢 也很简洁 下边要居将 马五进六啊 落实马五进六 这儿红方也只好去 交换了 嗯 然后马五进七一将 只能电锯 嗯 就吃掉 然后泡六瓶三嘛 最后这个 黑方不像 对 现在就变成了 黑方有多冰多像的一个器 红方 干少两个像 嗯 少两个像 这个器真下不动了 加两个像还可以 对 差两个像 物质悬殊太大了 他是进的正马 马八进七 然后一过狙 跑三推二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他进去捉 嗯 然后他是捉马 他这个地方走这个也行 巨八瓶七啊 下部就跳马 然后拆炮 炮平八 金炮把这个鞠打死 这个鞠 这个鞠炮 这个啊 大家看一眼啊 看得更清楚 这个鞠是死的 怎么也逃不掉 那边马也来不及 对 黑方呢 看到这个捉马比较简单 他就捉马了 最后这两步棋呢 一捉 再回 再一捉 嗯 他一捉 他一僵 走到这儿呢 洪荒就不下了 嗯 因为你退居的话 他吃马 对 你吃马 有个炮五瓶二的一个 把你这个鞠就闪掉了 对 炮四进一的话 也是鞠二瓶四吃马 鞠四瓶三的话 我也可以炮五瓶二 你还得鞠三瓶八过来 这儿他在炮三瓶七再保住 对 如果直接炮五瓶七他会 炮五瓶七 就是直接炮五瓶七也能赢 他吃打掉 打了打了 他上三个组 你也 无法解决 至少我能胜两个 所以说这个棋呢 最终呢 黑方呢 取得这个 迅速的胜利 好 那稍后呢 我们还有精彩的对局呢 再带给你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浙江泰顺陈清廷 直红队阵浙江秀州 杭宁 浙江队呢 有两个队伍呢 进入了这个比赛 对 他们同时操戈呢 也是拼得比较厉害 那么陈清廷呢 应该说成名比较早 曾经呢 获得了 第三届全国之军会的 个人冠军 那次战胜了唐南 对 也获得过这个 女子团体的冠军 取久 那么浙江队呢 这个女子呢 还是显示出相当的活力 有这个世界冠军呢 北大的研究生呢 这个金狠英老师呢 来担当这个女队的教练 马尔靖三 他是先工作7族 先强行7族的 926 等于他们两个比较熟悉 一个老师 一个队伍 杭宁这两年 也是通过这个女子联赛 也是逐步 起来的一个棋手啊 对 尤其是他这个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棋啊 都是由金海英大师 在这旁边的辅导 然后现在呢 今年的女甲联赛呢 他也是发挥的比较不错 后期之秀啊 对这个师姐选了一个老式的高气马 为什么叫高气马呢 就是一个马走了一步以后 然后再棋啊 他没有走乒乓地狱的常见招法 对 红方走了一个马 八进棋 红方这时候直接就三三九五 对 这个棋啊 就说的确实也是 值得大家呢 去探索的一种打法 老普 我们那个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经常碰到这儿的棋 所以我们这些老棋手啊 对这个都是或多或少 有一些了解 然后现在的棋手呢 特别是女子选手呢 因为他没有那个精力 对 人家可能突然这么一走啊 他心里呢 没有过多的准备 没有准备呢 这个棋有时候就打乱了 他前面走还可以 九二平三 这是一种 强行吃死的这个打法 另外呢 还有马金六 对 跳马 还有泡花瓶酒 他有多种走法 马金六呢 是前一阵子那个 郑维同 郑维同先手对赵范伟 下过一篇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 对 这几种打法呢 应该说是各有所长 黑方泡二军四 来打兵 红方来送三边 这也是走的比较多的一个选择 一个路数 这等于红方呢 通过这个德子 但是呢 黑方通过这个气子呢 取得了这个相当的攻势 这路变化呢 也是看谁研究的深 黑方 红王爷马三退五回了 红王爷只能回马 黑方在炮 八进七 八进七 下体炮以后啊 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暗幅的手段 网上我们跟那个旗友友的时候 下到这个局面 这旗友就盲目的 想解决这个炮足的这个旗 对他直接就下部就就有三桌炮了 对 然后呢 让黑方 主要有一个拘八进八 这个 这个这一下就坏掉了 拘八进八 跑八退一 打一下 他最后拘八退一 再退一步 他下部要拘八平六 卡累 这个守不住了 这来不及解救了 对 他一守累啊 他都是先手 所以这个旗 红方就 轻个之间就崩溃了 所以红方呢 必须要解这个旗 老式的 还要直接走炮五平二 就是为了蓝军 黑方可以走 军一平四 他这盘旗呢 是走的兵五进一 对 他是来通过捉这个族 来自然解这个 现在你不能再走这个了 走的 他就拼八退一 打你一下 打你 如果再退一步 他吃足了 就把兵吃掉 就把平六 这好马五进三 对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 疼马的机会了 那当然你要是 拼八进八 他打 你就得拼八退二了 拼八退二 红方再并就急 他来干扰你这个 这个炮兵的阵地 对 好像以前也看 有这么下过 那二红方的结果要好 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直接进局 他退后打 你不能退一 退一他吃掉 你只能退一 红方再并就急 下不及这个 掌居呢 还是红方呢 显得主动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没有点局 他走 炮二瓶九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对 走这儿呢 红方是不能去吃足的 这个兵感觉很大 也很想吃 是很大 但是呢 最主要对方 这下几炮以后啊 这个下部 这个炮八瓶六 这个你不好解救 鞠三瓶一跟上 也跟不住 是吗 鞠三瓶一跟上 打了他不是 还有打势吗 现在这鞠九斤二 长起来 或者 那你这个部署 又轮到黑方走了 黑方还可以 炮九瓶八出来 就不让你跟 鞠八瓶八也可以啊 嗯 鞠八瓶八 你上马 他鞠八瓶一勾你啊 对 什么这个棋 他看不清楚 是 这个棋就说 这个势打了比较讨厌 对 红方是很难守 这个棋 红方不能去忍受 这个势被打掉 这个势 这个势还比较大 现在还是 必须要防守一下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红方必须要拦住 走炮五瓶一 炮五瓶一 实战呢 也是这么走的 嗯 然后黑方正好 就鞠八瓶六 对 然后他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 冰九瓶一 冰九瓶一也还算可以 也不算太快 他现在炮打不行 打他鞠八瓶一 这个呢 是一个平稳的变化 嗯 就是他吃 点这个 点这个呢 如果你打这个炮 他去八瓶六 你上了他 他在鞠六瓶七 嗯 那他就得退居吃掉了 你要是 叫呢 他鞠三瓶四 对鞠 对 对鞠呢 就是他把攻势给你划掉 而且 死呢 你是得回去了 对 双方呢 基本上差不多 对 黑方也满意 因为多了一个小编族 不 叫他马五瓶三 有一个打鞠 对 可能就直接交换了 对 一吃这个就直接 对 他得先打 对 把炮给吃回来 那黑方肯定满意了 这个气 吃这个打掉 吃掉 吃掉 吃 再开过去 对 那鞠方肯定是不愿意 这个进行 这个呢 就是能求得平稳 但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鞠方选了一个 冰酒情依 对 黑方趋一平二 对 红方冰酒情依 黑方趋一平二 红方趋八进 红方是 趋九进三 九进三 对 还是希望牵制住 黑方的趋炮兵 红方趋二进四 这个时候 红方是走了一个 趋三退一 这趋三退一 走得有点 软 他这骑 还不如 赶紧就 泡八瓶酒 把这个 对 炮兵一个走开算了 就是你鞠二瓶的时候呢 他总是有一码五瓶三 对 而且现在 瓶炮以后 这个下部 就可以码五瓶三了 对 这发展下去呢 应该说 红方略好一点 对 可能看谁 对这个棋研究 更深刻一些 这个棋就是形成了 黑方多两个族 红方呢 多一个子力 但是红方呢 这个渥西马呢 需要做一些调整 是 这么一个 比较漫长的 这个战斗 红方呢 如果走得精确了 应该是红方略好一点点 但是说离胜负 还比较遥远 是 我看实际上 可能红方也没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计划性 一个方向感 所以这几步棋 很关键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走一个 居三退一 这个呢 就是看来我们这个 女子选手 对这些老谱呢 不是很熟悉 对 可能是有一些了解 但是到底 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可能不是那么到位 其实这几年来的这个女甲联赛 我们这个女子骑手 尤其是在布局方面 已经有很大的一些提高了 但是对这些老谱或者古谱 或者一些陌生的局面 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们女子的女甲联赛 居三退一 他也是为了沾泪 所以他走了一个居三平四 这个居啊 就是来回来去 绕得太远 吃了一个马 也废了三四步棋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比较满意了 对黑方也是直接就再过个兵 他想着我这个子力都控制好位置了吗 对 他不能打 打了八楼炮不是没有跟吗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也是走了一个橘子推二 这个棋呢 就是由于红方呢 这几步棋呢 不说费得太多 其中就是这个右拘啊 频繁的摆动 然后黑方呢 抓这个机会呢 就迅速反击了 走足三进一 对 其实他九平八也可以好像 平开这也行 足三进一呢 他是比较直观 对 他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想法 然后红方是 当时他好像就是直接居四平 平一吃兵了 对 这个概念错了 对 这个吃完这个兵以后啊 黑方这个足以拱过来啊 等于是红方这个大子都不好动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红方呢 无论如何呢 还是应该先把这个七兵呢解决掉 应该先吃这个兵 尽管看上去呢 也不满意 但是还是应该先拱掉七兵 这效果比较好 他走居四平一 然后对方租三进一拱过来 对 他在居一平四 他还是这么一下这个 占了自己的泪 因为他可能老是顾忌黑方居二平六 居二平六以后他 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棋 如果你不占泪 他有一个居二平六 你走 他老怕这个居八进二 对 潜在的 当然这个棋呢 黑方呢 也是很凶的 他敢不敢马五进六 那他只能跳上来了 就是说这种棋呢 他前意识里边呢 总是很担心这种走法 对 所以他这个频繁的来战局 居占类 就导致了 这个居呢 又落入一个险地 红方上不接走居平四 这二呢 又给了黑方呢 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 黑方就抓着这个机会 走了个足三进一 这也是很巧的一步棋 正好居不敢吃足 对 这步棋一走啊 可以说 黑方呢 一下子呢 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了 对 刚才这个棋 双方还是一个多子 一个多足 纠结在一起 那么黑方一充足 这个局势明朗了 你不能吃 吃掉以后 他马三进四 这二是双驹 登双驹 红方这个棋呢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很无奈 就走了一泡花醒酒 那么黑方走得也很简单 吃马呢 他也占优 但是不如 拱驹呢 能获得的物质力量呢 更多 对 那只能马七进六了 对 因为你松这个就没有用 他的白拱 这个驹还是没有通路 对 马七进六 黑方就非常简洁的 把这个子力呢 追回来 这儿黑方呢 就形成了一个 多兵的优势残局 那么走到这儿 应该说 优劣一分 黑方是白白的 多两个兵 红方这个炮呢 也是没有特别好的位置 百中炮 反正也没什么大用 对方 二针四跳上来 对 黑方跳这个 因为你马五进七 他就 可以换掉 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边一捉 对 瞎不又 砍你的像 那么这个骑 黑方不仅是多足 并且它的位置 太好了 对 所以说 走到这儿呢 可以说 红旗呢 办预定 看来红旗就不局阶段 如果你想要吃一个子 你怎么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思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棋 对 就是红方呢 这个不应该走聚存局 应该走八花瓶酒 对 然后保留这个马五进三的机会 就是要把这个窝心马呢 变不利为有利 争取这个窝心马跳出来呢 来干扰一下黑方的这个攻势 对 现在是这个棋很危险 他走 炮酒瓶气 黑方呢 走得很紧凑 聚八级 不让你向天级我飞起来 只能炮一退一了 吃炮呢 黑方走了个聚八瓶四 聚八瓶四 下步准备出降 这种窝心马的棋 这个局点的这种位置也很厉害 有时候跟这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是 这两个位置都是置窝心马的一个 绝好的位置 那么走到这儿红方呢 最后一步棋走炮七退一 他就是想你出降的时候 我有这么一僵 那么正好黑方呢 这个马也够上了 他都马二进三 就是面对黑方这个降五瓶四的这个杀招啊 红方呢 也是无法解救了 所以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认负了 因为你炮酒瓶酒 他出降 出降 你炮酒瓶 黑方呢 还可以马三进 好 马一 下步 下一马一进二可以跳进去 马一进二就挡住 反正总之红方这个位置 还有马三进五 也很厉害 马三进五 那G四推二 G四推二 那暂时还杀不住 他这还 他还可以防守 对 如果这个G不在这儿 有时候跳到这儿 这也挺妙的 对 就这样 跳这儿 这边有棋 反正总之呢 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还可以什么足以经验 就把这炮攻死 这也可以 对 总之黑方的办法太多了 所以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认负了 这黑方也是老普 老普翻心啊 主动有一个弃码的 对 这种棋呢 就是怕 对方突然什么时候走出来 所以作为我们这种选手来讲呢 还是要不断丰富呢 自己的布局的武库 然后对各种这个套路吧 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 这样才能更好的迎接这个实战 尤其今天是两盘 都算是一个老普的一个棋 也是给我们女棋手一个提示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一定不要这种死机硬背这种情况 对 还是要多去理解 去感悟这个棋 一个是知面 另外也要加强对这个局面的理解 是 那希望通过这些像假呢 我们诸位企友呢 也能够从中呢 得到点点第一的启发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